又回到我們的大軍法 今天是星期三 十月二日 很開心有土伯和徐伯和我們一起做節目 我們第三節先放眼世界 因為其實現在有兩個都比較值得人關注的國際事情 第一個就是今天阿土一早起床看 不是啊 我起床才慢慢再看 我就一早早 都是等他完結了我再看回頭 那個就是美國副總統的辯論 接下來11月6日 我沒有記錯 就會是美國總統大選 其實根本上只有一個月左右 五個星期 五個星期 在投錦票 投錦票 那些是大城市那些 那些郵寄投票 那些郵寄投票 郵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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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也好 現場都有 在那些民意見 或者是說以為有fraud 那些東西 是全部錯的 是州政府決定 究竟是怎樣去 郵寄資料 郵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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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ельзя 是沒有人看的 沒有人說的 但是這次這個就不同了 連美國自己都是視之為一件都挺值得注意的 其實有兩個原因的 一就是可能沒有第二次的總統辯論 這個可能是最後一次 第二個原因就是說 因為這個副總統候選人 大家都覺得 咦 有些旗鼓相當 之前也都有一些他們各自互相攻擊的言論出來 大家想想這次的副總統選舉 會不會大家都火藥味 這麼猛 誰知道出來的效果不是這樣 兩個都算是在那個 謙謙君子 謙謙君子 遵守規則 Fence 甚至是被別人覺得他 即是有些 還比那個Ross 是更加 詩文 那幫人討論的時候 其中一個前共和黨的支持者 那些所謂的策略家 Stragedist 那他就說 其實呢 他們包仔講話講得這麼瘋 他私下不是這樣的 即是說Romance 因為他兩大的錯誤 你記不記得 第一他講 Childless Cat Lady 其實他意思就是說 喂 我們的政府 給AOC 給賀錦麗 這些 連小孩都沒有的人 他們都沒有 Stake 在我們的社會裏面 沒有Stake Stake 即是沒有什麼利益關係 來管我們 我們就搞成這樣 他怎麼知道我們要什麼 那他就用了 Childless Cat Lady 這句說話 嗯 得罪了這些女人 好了 第二下 他就在那裏講這個貓貓狗狗 貓貓狗狗 食貓食狗 是來自他的 海地移民 是來自他的 海地移民 食貓食狗 接著人家質疑他的時候 喂 你有什麼證據 他開頭就回答 喂 我的選民投訴 接著 喂不是 人家都證明了沒有這個 你不知道他再怎麼詭辯 如果我不講這個議題的時候 你們這幫人怎麼會注意 移民的問題 我聽完之後 所以我都有期待就是你 第二個項目 我看這個人怎麼變化 但是想想 他的背景也好 我看那個節目也好 他的背景就是耶魯大學的學生 正如有一個美國 美國民主黨的耶魯大學的人 他說耶魯第一件事最重要 進到去就是教你辯論 OK 沒有理由他是這樣的 他說他私下不是這樣的 他真的是為了政治利益 為了選票 算是越搞越瘋了 這個人 所以今天 不過我又覺得這樣的 我又覺得這樣的 其實就全部都是合道理的 如果你是他們的debate 團隊的教練也好 你都勸他 在這次的背景中辯論的時候 你不要再做一些什麼 對對方的人生攻擊 所以今場的辯論裡面 是完全沒有的 他沒有這些人生攻擊 我起初很期望會有這個 吃貓吃狗 即是Ross攻擊他 又沒有 然後那些 剛才講的很刺激的言論 沒有 這個很簡單 因為美國總統大選 其實不關很多美國人的事 是關幾個搖擺州的中間選民的事 沒錯 真是影響大局 是那幾萬條 那你就要想 你不是please 你自己那幫群眾 叫做粉 你不需要再評論他們 你是要什麼呢 是那幫的 還沒有家庭主義搖擺州的 這一幫中間選民 他們的taste是怎樣 這個最重要的 他們的taste是怎樣 我相信他們的taste就是 不會再很喜歡你們 在那裡講一些 不是政策 事實上最近有一個民意調查 在美國 他們對於上次的總統選舉 其中一個最大的不滿就是 這不是講政策的 講政策講得少 所以這次的副總統選舉 你看到他們很大的時間 不是擺在那些再是 互相之間的攻擊 是真是擺在政策那裡 那個討論那裡 這個是可以預期到的 因為大家都是有期望 以為又好像火花細錢那樣 因為其實大家都是八卦 其實很多人是 美國有個研究就說 喜歡聽負面的東西 所以呢 特朗普的策略呢 他就是不斷製造議題 包括你說賀錦麗是 mentally retarded 去製造這些議題 還有我有分析過和研究過 就是他大部分 現在在總統選舉裡面的廣告 針對民主黨 不是說自己想做什麼 而是攻擊對手 做不到什麼 而最後那些人的分析和研究 就說這樣是最好的 因為為什麼呢 是容易引起你的fear 所謂的害怕 和仇恨 他要建立這件事 但是 像老徐說的 現在基本上九成的人 已經決定了 要他投票那些 說未決定那些 老實說 很多時候在我們的選舉經驗 要不然就不用他投票了 他一個星期 可能只有四分鐘 是留意政治新聞的 是看幾個鏡頭 不是好像我們 我們可能還當自己 美國人那樣看的 所以這次我覺得 這個期望呢 是他滿足到 溫斯 怎麼譯他 J.D.溫斯 溫斯 喂 我看Political 那個網上的雜誌 他說他controlled the debate until the end 左交媒體來的 不是以為liberal的嗎 好了 華爾街日報 右一點 Vance confident 所以他這次挽回不少聲勢 我覺得 某程度上 我不知道老徐你和不和我 他之前呢 有一些survey案 我們兩個副總統合宣 之前呢 等一下阿銘可以拿出來 細節說一說 就是 之前呢 其實反感度呢 阿銘是 很嚴重的 很嚴重的 是 反感度高的 濕 但是呢 經過這個辯論之後呢 雖然 整體來說 都還是阿銘伯斯呢 似乎是拿到更加多的支持 現在不前 就是根據一些調查 但是你可以說阿銘是 收回一點點失地的 看一張圖 4.6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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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先 不要緊要慢慢找 找到 不是 4.6 不用了 剛才那個開始先 由頭開始 由頭來過 由頭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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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下去 那我回到 第一 誰贏的debate 出一張圖先 第一張圖 這個呢 這個就是 CBS 是不是哥倫比亞 沒錯 他那裏 做一個 不是 其實是UGov 去做一個民意調查 那他就公佈 CBS委託UGov 很準的 那他做一個 這個三顆星的調查機構 問了多少人阿土 是不是1600人 1600多個like 那你見到他上面 右上角是正負2.7 當是3 那現在你看到 我們先看第一張圖 就是誰贏了那個debate 麻煩 第一張圖 誰贏了那個debate 出不到 出不到 一張圖 不是 是啊 我們這裡出不到 那個鏡頭 鏡頭出不到 OK 好了 縮小一點 那大家會見到 就是 Vance 就是萬斯 就是共和黨那位副總統 就是42% 然後 Team Watts就是41 那就是 中間那些就是17 那其實 但是他們是 政府 就是那個 在那個 偶差範圍的 OK 你當是打成平手的了 打成平手的了 50-50 好了 我們再錄下一張 下一張 下一張 那 取白你覺得不覺得 是打成平手呢 我覺得是Vance 很小的 我看完之後 我自己看 其實呢 辯論呢 如果你辯論 你真的當是辯論 就才有勝負 沒錯 但是總統大選 這個副總統辯論 不是一般的那些 你當辯論比賽 去看的 沒錯 到最後那些 你就算 可以這次打成平手 這件事呢 可能看下 土白你覺得 不是喔 我覺得Vance表現得好些 但是其實這個不重要 重要就是 反而他之後的 所謂的好感度 你對他的 你雖然輸了 過去好像有一些 總統選舉都是這樣的 半贏 半那個贏了 但是選舉輸了 嗯 嗯 我看你就是 辯論是 你顯示出 究竟你 那個 人是怎樣 整體給人的感覺是怎樣 而不是 在辯論那裡贏了 即不是靠 不是靠變才 你們 不是靠變才 要靠你那個人 提出的政策 你的真誓 你千萬不要 你千萬不要做到 好像拜登那樣就可以了 拜登多一次 繼續看圖 好 好 那第二章呢 就是講 就是他們 給一些 選民的感覺 一個呢 就是比較reasonable 一些的 一個extreme 一些的 那大家看到那個比例上面 就是Walt 多一些的人 就會覺得他是比較 就是理性討論一些的 就是如果兩者 那麼相隔 但是都很近的了 其實 那然後講extreme 一些的就是avance ok 下一張 再下一張 好 這一個就是 他是不是 就是 有資格 prepare to be president 有資格做未來的 副總統 總統 因為為什麼 有些人很懷疑這個avance 能不能夠做到副總統的原因 就是因為 特朗普都78歲 就是突然間要接棒 要接棒的時候 你有沒有資格的 這樣 那這個所以有一個好問題 所以就在這個 但是他那個比較是怎樣比的呢 為什麼會有兩邊 prepared 你看Walt 都是問紅一類的選民 是不是 打直落 華爾茲 六成人說他是準備好的 那 Vance 只有55% 說他還沒準備好的 Walt 只有四成 所以結果當然是 華爾茲比較好些 那畢竟都是州長 好了還有六 還有六 取白有沒有評論 去到這裡 沒有 好 我覺得這個重要 我先講我的看法 就這麼多的問題 美國人最關心的 什麼問題呢 墮胎 醫療 在中東的衝突 經濟 入境問題 移民問題 Border 入境移民 入境移民問題 初時以為最低的兩樣 美國人最關心的 在現在這個時候 排第一排第二 竟然是拉到這麼近 49 51 五差範圍裡面 48 52 就算你說2.7的 margin of error 就是五差範圍 基本上 可以是打成平手 你說 墮胎 醫療 那些問題 贏了 美國民主黨 自由派 是不是 中東 五十五十 因為大家都在說 他在執政 會捍衛以色列的基本 權力的防衛 大家都差不多 老徐 怎麼看 不是 我同意 就是我給一個surprise 在 economy 那裏 過去一直的報道 或者我的印象 很多人說 在 何錦麗莎那些 就在經濟的處理 就給別人的信心大些 這樣 可能現在這個是因為 Benz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Benz 和Walt 而不是特朗普和Harris 所以在經濟那方面 我已經提出了 對 你不肯定 不肯定 是否會 跟香港人 沒有肯定 但是 這次的 你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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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你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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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烏又打仗 OK 跟著你中東 又這樣衝突 對現任執政黨來講 或者對反對派來講 就很容易攻的 尤其是特朗普 那四年任期裏面 又真是相安無事的 除了香港的問題之外 跟中國有衝突 還有民主黨夾死 就是他一方面 他要去 要抱著那幫 以色列的選民 猶太那幫選民 另一方面 民主黨又要應付 那些的 年輕的年輕 那些年輕 因為那些年輕 是同情巴勒斯坦的 那所以 如果他在這方面 民主黨的位置 就夾死的 但是共和黨的位置 又闊一些的 其實呢 他這個 這個result 已經不太差 對於民主黨來講 已經不太差 其實 我看這個金融時報 他9月11、12日 就是剛剛做完辯論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民調 其實那個時候 已經開始抓到很緊 就是關於什麼問題呢 經濟 44 賀錦麗贏 贏Donald Trump 42 lower cost 就是那個cost of living 生活成本降低 44對43 賀錦麗贏 1個percent 雖然在五差範圍裡面 跟著 誰能夠代表中產階級 represent the middle class 49對36 49是賀錦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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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覺得那個辯論裡面 賀錦麗是做到事的 他講到一個message出來 I have a plan 就是那些什麼 Charles Credit 6千元 跟著二萬五給你買樓 跟著幫一些小企業 因為他整套套路 就是講中產階級政治 我覺得那一次 他對Donald Trump的時候 他是做到事的 我製造了幾多就的機會 OK 我比你多 我160萬 因為我看兩次 他那邊 因為我怕 有時 一來語言的問題 第二次看的時候 你會有些東西 你上一次是看樓的 其實他撕下撕下撕下 他撕下這些東西出來 其實上一次 上一次那個辯論 即使現在有很多 特朗普的支持者 就不承認 特朗普那次是輸了 不過我覺得 真的 你很客觀評程而論 特朗普那次是輸了的 輸得很緊要 很緊要 連Vance 都 都是這樣說 他認為 他說 特朗普 賀錦麗 是成功 退了 特朗普 他這樣說 他就輸了 就是說 你中了計 特朗普中了計 他說不斷給他 他不斷被餘利 他 他不斷被撞 喂 他第一次出事 我們回頭說 第一次出事 是甚麼 我都覺得奇怪 因為我現場聽的 那天 你明明在講移民問題 他說我突然間說的東西很unusual 說他的集會 說他的集會 越來越少人去 跟著就說 那些人聽到你 滿了 exhausted bored 跟著呢 你說些甚麼呢 fictional character 我都不記得了那個 中文是甚麼 就是我年輕人看過那些 那些戲 跟著你說那些甚麼 風力發電那些 會引起癌症 他不知道搞甚麼 特朗普就著了 著了火 跟著他就說 cats and dogs 他的回應就是 cats and dogs 就說那些海地人 吃貓吃狗 所以我覺得 那個辯論是關鍵來的 是轉捏點來的 第一 沒有甚麼人適合感禮的 他很糟糕的 叫他處理這個移民問題 或者是邊境問題的時候 是嗎 我還記得那次記者招待會 Don't come 但是對美國的自由派來講 這個是對他一個衝擊來的 你叫那些人不要理 喂 你不是說要非營事化 就是邊境的嗎 我要有個美國夢 給全世界的人的嗎 左派又攻擊你 好了 跟著呢 人家問他 喂 你到邊境沒有 要說錯 說自己去過 說自己去過 所以他收埋了成年 有些人說他 好像還有一幅圖 還有一幅圖 還有一幅圖 還有兩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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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Opinion of Tim Walz 沒錯 就是整個辯論之後 是 我看就是說 喂 那裡 他其實 After debate 他的好感度 favorable 高達60% 高達60% 你說說 阿Waltz那個先 阿Waltz 阿Waltz 那先出阿Waltz 出阿Waltz先 好 出阿Waltz先 是啊 他的好感度 現在出不到 現在要出 麻煩 現在可以嗎 現在可以了 出到了 好了 至於那個unfavorable 是由41% 減到35% 就是多了人喜歡他 你看到 多了人喜歡他 多了人喜歡阿Waltz 是啊 多不少 不少啊 不少啊 你debate輸了 不要緊的 你debate輸了 但是如果人家對你的好感度增加 其實沒有說輸 老實說 那個是42比41 這些都完全沒有說贏和輸的 根本大家就打成平手 好 說不好聽 不差範圍 口舌便級的東西 把嘴贏你 是沒有用的 我老爸說的 你真是實際上 有人先支持你 我老爸教我的 做人都是這樣 做人都是這樣的 你贏了 贏了一場交 人家覺得你 你贏了 沒有用 人家覺得你 你都是 混蛋 那就沒有用了 好 那再看看Vance 看看Vance那個是怎樣 這個就是大叔 白頭大叔 另一個就是Vance Vance 好 這個 Vance那個就是 之前 其實那些人都對他一般的 就是40%而已 如果喜歡他那些 之後呢 就會提升了 49 本來就不喜歡他多一點的 54比40 現在就47比49 不是54比47 就是現在那些人喜歡他 就是喜歡多了他 就沒有那麼不喜歡他了 已經 因為他變回正常 大叔 因為他就是表現了那種 思思文文 像一個耶魯大學的畢業生 大佬 對 就不是給人感覺好像是瘋狗 那樣 但是如果你說 我不知道我這樣的比較 是否恰當 因為如果剛剛 旭爾茲和現在Vance 這樣來做比較 因為問同一批選民 其實那些人是會多一點 是不是喜歡 旭爾茲多一點呢 可不可以這麼說呢 轉回吧 可以 是不是呢 取白你覺得 就是說呢 我覺得呢 這個就是我按著他的 民意調查來講 就是阿永是說得對的 是同一批的 不是 就是兩批人來的 是同一批人來的 好了 那如果說好感度呢 after debate 兩個都增加 但是 如果整體的數字 60比49 那相差都可遠 就是說呢 對這個副總統呢 以前那些人說副總統 就無關雲子 但是今屆不同 為什麼不同呢 就是剛才講的 特朗普隨時可能做不下去的時候 說呢 無論是被人家掏掛了去 或者是連老問題 諸如此類 那個副總統會上 今屆是有這個考慮的 嗯 嗯 所以變成呢 今屆那個副總統 那個的 民意呢 都是一個 可以參考的數據 那如果這樣看 Waltz的 似乎是 漸線的 也都有助於那個 投票結果 他會幫到何錦麗的 如果這樣的話 那些人喜歡他嘛 是 這個是大叔 嗯 因為大叔呢 我不知道啊 徐伯你有沒有分析過 我覺得他選擇他呢 是有特別的道理 第一 他做過 他在一個洪州裡面 明雷蘇達 OK 基本上是鄉郊的地方 全部都是共和黨的支持者來的嘛 那些白鬼 用蕭少的說法就是 他能夠在那裡 贏到這個 州長 Congressman 就是國會議員先 嗯 就像一個驅仔 嗯 是吧 已經很厲害的了喔 他沒有對手的喔 在初選的時候 差不多 你來啦 阿徐伯 你頂啊 大哥 去死都死的喔 後來你想一下 他的背景 他在這些這樣的 農村那裡長大 他做足球教練 他做教師 他這些這樣的身份 再加上 又打獵啊 那些東西 我見過他有些宣傳片 教人整車那些這樣的 很地道啊 很老味啊 輪家的隔離鄰居來的 那種啊 隔離鄰居大叔 他就是想著他拿 Midwest那些的票 即是 Michigan啊 密切根州啊 Winkowsen啊 或者是Pansylvania 那些地方 其實他 有些人說他選錯的 賀錦麗 他應該選 就是賓夕凡尼亞 Sapiro Jaws Sapiro Sapiro 夏皮羅 我後來想一想 我都覺得奇怪 喂 明尼蘇亞洲 你贏啊 搖擺州份 為什麼你選他呢 那但是太近了 Sapiro和賀錦麗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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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一起 一樣的 我要找一個 難一點的 難聽你說的 難一點的 像一個 老實說 基層 你還沒聽他說的時候 其實跟特朗普差不多而已 他的語氣 你不說他的立場 的時候 你不知道他醫療政策是怎樣 墮胎政策是怎樣的時候 你一看兩個樣子 兩個的語氣 就差不多了 很基層的 很貼地的 很草根的 老實說 徐 你同不同意 還有呢 這次呢 其實 今屆那個 的辯論呢 有一件事情 是挺不利於 Benz 的 也都不利於 特朗普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 有Fact Check 每次辯論了之後 那些人就會Fact Check 他在那個 辯論裡面 那些論據 那現在呢 那些Fact Check網站 就Fact Check到 Benz 很多的 所謂的事實 很多錯的 都是false的 以前就沒有這個 因為現在呢 就是那個AI 尤其是很多的 Fact Check 壞了很多 所以 公告都可以 不用AI 你知不知 今天其實 Avance是發爛窄的 因為 其中有一個主持 當Avance 講了海地居民 然後那個主持 糾正他 他說不是 那些海地居民 其實他是合法的 然後Avance 他就發爛窄了 他說 大哥 我們講清楚 這個辯論 不准立即Fact Check的 真是愚蠢 我覺得 真是 真是愚蠢 他即場發爛窄 他說 喂 講了說 不准Fact Check 那你們是不是真的好像上次 那麽三大一 我覺得這個 真是 其實我不太明白 就是 為什麽他要 有這個規定 說不准立即Fact Check 人家這樣 立即Fact Check 可以糾正你說的那些事 大家都很公平 我覺得是這樣的 美國人 有時是 由極端走向極端的 當日CNN辯論的時候 喂 事後呢 那些人說 喂 大佬 你CNN你怎麽做辯論的 喂 特朗普講那麽多 數據 或者講那些論點 全部都是流的 假的 或者是有誇張的成份 或者是不在那個 context 裏面的 為什麽你 作爲記者 作爲主持 是不是 應該不要浪費對方的時間 走來Fact Check 而是你幫手做呢 那跟著呢 ABC 就有一個極端 就走向極端 好 CBS就說 我不Fact Check 之前講的嘛 又說不Off Mic 但全部都做足的 超 還有你看他兩個主持 問的問題 雖然我是美國民主黨 即如果你叫我選 我一定選他 是不是 我都覺得 是有偏頗問的問題的時候 是有針對性的 是嗎 嗯 他唯一一條問題 是 旭爾茲 或者華爾茲 問他1989年那個問題 1989年那一刻 他就說我自己蠢了 他就很快 confess成形的 本來我可以幫他解釋 即是1989年 我們講清楚給聽眾聽 否則他們跟不上 就是 人家的主持人問他 說你又經常在那裡吹 說這個六四的時候 你在中國 但現在我們查到資料 你那個時候你都還在美國 你都未去 即是想其實質疑他 你是不是講謊 這樣 其實呢 如果他真的有來過香港 有來過中國 因為確實他有去過中國的 不過其實是八月 就是教一年輸 OK 接著其實七八月的時候 我和老徐一定記得 香港差不多 從六月到八月的時候 大把遊行示威 我們有百日劑 即是還在延續著那個遊行示威 所以阿土的意思就是說 那時候 Waltz他記錯了 其實他來的時候是八月 他記不實際 原來那時候已經是過了六四的了 他在這個問題上 我覺得他沒有懷疑的 不過這個問題 最關鍵是 我不知道老徐你知不知道 他94年結婚的時候 他竟然選的日子是六月四號 六月四號 他有解釋的 他不是今次解釋的 他在選中 之前的 眾議員 周長 周長的時候有解釋 他說我要找個特別紀念的日子 他說你厲害 但是我想立刻打團 為什麼呢 我都在六月結婚 但我不會選六四 我想立刻打團 為什麼你會覺得 一定是跟中國有關 不可以跟波蘭有關 都可以 波蘭那天拿到民主 我記住 波蘭拿到民主 不是 Waltz解釋過 他解釋過 他解釋過 6月4號是跟天安門有關的 是啊 他有解釋的 我講了 阿土伯 無論是上一次的總統辯論 和今次的副總統辯論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沒有偏頗的 我自己覺得看完之後 這個可能涉及到 因為我都是新聞出身 所以我就會考慮 新聞人是怎麼想的 二 可以說 事實上是什麽呢 譬如總統選舉的時候 特朗普是大嘴巴 暖的東西 所以 就會容易你當主持的時候 當時又有Fact Check 我當然是針對你多些 因為你說一些是不事實的東西 好了 至於今次那兩個女人 哇厲害 很多都是女人 現在那些女人 真的沒有得罪 好了 兩個女人的時候 新聞工作者呢 是很容易是會給人感覺 好像偏向了特朗普 因為特朗普是從2.0 他還在這個debate之前 他之前都已經有些失實言論 或者有問題的言論 而新聞工作者呢 對於這樣很 sensitive 而Walls是比較少的 是 你平情言論 那你說為什麽會幫 不是幫 是因為你事實上有過去很多失言 嗯 所以 但是新聞工作者是很 sensitive to這些所謂facts 這些東西的 你說的不是事實 我可能會馬上批評你的 還有你有被人先入為主的感覺 就說你這個人是謊話連篇的 那我當然會盯著你啦 大哥 你平時 喂 就算他公啊 旭爾之那些東西 其實很濕碎 八月 究竟來到香港有沒有參加抗議遊行示威 或者自己結婚 究竟是不是6月4號 喂 他解釋過的嘛 第二樣東西 就說他誇大了 他在軍隊的官階 OK 因為他沒有take完的course 就退役了 或者有人質疑他 沒有在comeback zone 即是沒有真的在伊拉克的現場 沒有戰場 OK 他就不知道抽調了在德國啊 還是其他那些地方做back up的這樣 其實那些東西是很濕碎的 你問我 他做了25年 而且是技術 他是技術性問題嘛 沒錯 技術性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Watts真的做過那個官階 他是做過 不過為什麼他後來退役的時候呢 是下了一個官階 是因為他沒有完成那個 不知道什麼 科程 他是做過的 他是做過那個官階的 所以這些是叫做技術的問題 不是還有他都有 真真正正正好 很重要的 那些人有人質疑他的 他說他那時候 第一次去參選這個眾議員的時候 他退役嘛 那些人就說他歸宿嘛 其實不是的 fact check 了 他最初的答法 就是說 你那一隊 是很可能會去伊拉克打仗 那麼他最初都說 OK 但是還沒調的 就是還沒正式公佈的 那跟著他說 我選國會議員 所以呢 我就辭任這個 所謂的國民警衛根 那跟著 時間性應該是這樣的 我打了搞定你 時間性是什麼呢 是他先決定選國會議員 是 他決定了 然後跟著之後 那個才有一個通知 就說他那個部隊有機會 沒錯 被調派去伊拉克 是 那好啦 平程而論 你作為一個已經是宣佈了參選的人 那你當然要決定的啦 難道你又會做國會議員 又去打仗 沒錯 那是因為這樣的時間性 你的時間性是對的 他最初的答法 為什麼被人抽證他呢 因為是第三步了 他就說 沒有問題 我照被徵召 跟著他改變主義 就說我全心積極參與選舉 跟著才是說你那隊要去 所以呢 那些人有人質疑他 哇 你這麼快可以申請退役的 你兩個月 你當然是打龍通啦 但是其實 兩個月申請是很正常的 而且不是高幾級的人是給他的嘛 所以其實這些 不過呢 這個都不重要 其實很多那個 之後的媒體報導 都是講 在fact check 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有利於Wars 這次的辯論之下 反正我想說一下 你怎麼看呢 現在你怎麼看那個美國大選 那個到最後的 outcome 你有什麼估計呢 我覺得 到今天都太近了 因為 我看回2016年和2020年的民調 再加上選舉的結果 我是有點擔心 就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確實是低估了 尤其是現在 你再對比拜登的時候 或者是希拉里的時候 因為現在你可以網上查得到 當年他在賓夕凡尼亞州 密歇根州 威斯康辛州 他們都是領先的 而領先那個民調 是百分之四到五的 或者有時候是七的 百分之七 不是好像賀錦麗現在這樣 是很差的 當然 當然有些學者就說 其實2016年 那一個東西之後 已經修正了民調 OK 就是說做多少少家權 那些東西 男女性比例 農村地區 或者一些 urban的地區 是拿多些家權的 因為你訪問不到太多的那些 然後有很多 叫特朗普 大賣 他不敢告訴人 自己是支持特朗普 不是好像香港這樣 大家全部都摸出來 你明白嗎 你支持特朗普 我昨天才看到 news nation的訪問 有個年輕人 他說十個有九個 都說自己是支持賀錦麗的 因為為什麼呢 一個衝出來 就被人孤立 他說年輕人的班都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真的too close to call 究竟民調有沒有修正到呢 我是有疑問的 或者是否修正得到 而你今晚 贏0.6% 大哥真是數無 怎麼搞啊 未必贏到 阿銘 阿銘你怎樣 我和阿土的看法大致一樣 因為現在都是很窄 我都是和阿土一樣share 那個擔憂 就是怕那些隱藏選民 太厲害 因為這件事是發生過 不是沒有發生過 而且發生是16和20 都是這樣發生 那這個是一個潛在的問題 但未到投票那一刻 揭牌 我們都證實不到的 沒錯 所以沒有辦法 現在你就繼續就是這樣看 厲害喔 有個學者就是這樣回答 我不記得是NBC那個訪問 就是對著那些民調 他說你覺得這次會不會低估了 就是你這樣回答 沒有結果我猜不到 你信不信 就是你信不信那個歷史學家 他用那個十三個的 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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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es Keyes 去跟他做一個什麼 那個歷史學家就說賀錦麗會贏 說了 那你還有一些原學家 有些原學家就說 特朗普會贏的 那我信歷史學家還是原學家呢 我不知道 我信選民那個 我信那個投票商 你還要大陸 你還要大陸 那他其實有些公開了 你還會也要大陸 在這個地方 當時是非法律政黨的 它判的 我更新的大叔 最近將這個科學政策 當作是特朗普贏 他說都依然只有五個keyz 只有五個 因為他說六個就死了 在外交政策上 現在 本來是四 現在加到五 當他輸 但是很危在哪裏呢 這個是歷史學家的interpretation 如果只要有其中一個key 是interpret錯了 其實那個應該是 favor 特朗普的話呢 那特朗普贏的了 剛才有個問題 剛才有個問題 在中東的問題上 大家打成平手 我覺得他事後 寶菲在經濟的問題上 說回自己的政績 包括現在的利息 就業那些東西 是說到的 但是 近世代的人 有些人的說法就是說 對美國民主黨不利的地方 第一 因為你是選舉團 你起碼要贏多2.5% 才叫贏的 就是你在那個popular world 普選上 你要贏超過2.5% 第二 是對執政黨不利的 以前我們的傳統智慧就是 如果我們是執政黨 通常都連任的啦 就是我做了這麼多指揮員就知道啦 因為你有知名度 有行政優勢等等的東西 他說現在是轉了 這個趨勢轉了 我也是跟你一樣啦 我覺得這個很難猜啦 首先 戴了個頭盔先 很難猜 我也猜不到 不過呢 我看一篇文章 我也在節目講過 還有兩個數據可以作參考 因為說民調的準程度只有75%而已 但是他說有兩個的index 準程度過去是100%的 其中一個就叫做標普500指數 標普500指數 如果只要在上升的狀態的話 就是有利執政黨的 現在其實在一年裡面是上升的 破了史紀錄啦 S&P500 還有一個叫做US Missouri Index 就是人民覺得痛苦指數 痛苦指數是怎樣呢 現在的痛苦指數都是向下的 不過他現在最最新的指數 只是去到8月 今年的8月 我一直等 等到9月都還沒出 他的指數由7點多 現在降到6.731 滿分是多少 滿分是多少 沒有滿的 他是10 滿是10 那其實呢 曾經試過最痛苦的指數去到多少呢 8點多 最痛苦 是1980年 不是的 不是10 1980年 最高指數是21.98 21.98 那時最痛苦在1980年 你的滿分是100 痛苦指數的滿分是100 如果是21點多 這樣就很少 我多給兩個指數 不是另一個指數是賭盤嗎 賭盤是一個 賭盤 賭盤是怎樣 賭盤 今天還贏 賭盤 現在我看這個就是截至9月29日 如果你有最新的 你就說最新 我看截至9月29日 賀錦麗勝出率是55% 特朗普勝出率是49% 那就說他拿302個選舉人票 OK 我覺得最後未必有 賭盤 這個是賭盤 那我覺得還有兩個指標 第二個指標 我覺得關鍵的 因為我想過了今節就沒有了 不說第四節了 肥阻塗取 那就用完它 接下來9月 預訂的廣告 誰最多錢 那全部都是民主黨贏 因為他的小額捐款 是好過那些政治委員會的捐款 是三倍多於特朗普 那例如賓夕凡尼亞州 77個million 賭錦麗要用 Trump呢 只是用得56個million 密歇根州59對36個million 喬治亞39對28 威斯康辛33對27 阿里桑拿35對21 北卡萊納31對19 內華達21對7 接著下來9月 現在是不是9月了 sorry 10月的廣告 他預訂了 所以如果說不說民調 因為民調的準成率不是很高 如果說剛才的其他的reference的話 似乎都是 favor 何錦麗那邊 就是民主黨執政黨的變名的話 嗯嗯嗯嗯 是的 我同意這個說法 因為他義工也多了很多 他說本來有些趟仔 幾萬人好像我們的屋邨一樣 拜登想著連任的時候 只有十幾二十人肯做義工而已 現在是多了十倍 又是女人 又是那些主婦 因為說起來都是女人選 是不是 喂 美國從來沒試過 有一個女人執政的 大哥 女人總統 喂 亞洲都這麼多地區 女人執政 就是女士有色人種的總統 所以可能是有關係的 不過這一切都很難說 都是 好像阿土說 too close to call 其實本來我們還打算 還要談中東的 但是聽阿土剛剛那樣說 他就打算今天就是這樣 是啊 好了好了好了 好啊現在 喂 其實應該下一節 應該留給 因為老徐說 他想講中東很多東西的 那我自己講 我自己 隨時論講 喂 稍後一個小時之後 你們大軍閥的朋友 過來隨時論 聽我說中東 好 聽阿徐伯講中東 好 其實我和阿徐伯 不講其他 我大部分和他的觀點 都是九成九次的 大件事 是 是不是包括什麼事件 不包括 你引到我們今天這麼多人來 以為我們講什麼事件 哈哈哈哈 其實我們找了他很多次 他都推了我很多次 包括那件事件 還沒發生之前 是 突然之間他就應約 這樣 多謝你先 取發 多謝 多謝邀請 好 有機會再 下次再 一定有 很高興和阿明在這裡做節目 好 我也是這樣 大家這樣 拜拜 平安平安 OK 拜拜 拜拜